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前外长秦刚 去年突然失踪跟被解职之后 虽然官方之次未提 事件仍然持续发酵 各种传闻不断传出 有消息指称 秦刚跟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播 傅小田生下一子为美国籍 近来有爆料指出 去年4月 傅小田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之后 立刻被当局给带走 孩子被做了天内的鉴定 证实跟秦刚有关 引发习近平勃然大怒 综合媒体报道 在秦刚神秘失踪10个月之后 其情妇傅小田也跟着英俊全武 长达一年之久 近来美金新闻集团创办人和平 4月22号在YouTube频道当中 透露独家的内幕 直至傅小田被人设了陷阱 从美国将专机回到中国 过程当中 他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 甚至在专机降落到北京机场之后 还匆匆忙忙的告诉北京的朋友们 自己回来了 大家饭局一把 见个面之类的 之后疑似在入海关前后 被官方人员给带走 和平透露 中共有关部门还带走 傅小田的孩子做了DNA鉴定 鉴定结果证实跟秦刚有关 习近平恼怒之下 又把秦刚给撤职了 事实上关于秦刚跟傅小田 及其私生子的传闻众多 英国金融时报 引述六位接近傅小田 跟中共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透露 40岁的傅小田跟秦刚有过恋爱关系 他去年向一位亲密伙伴讲述了代孕的事情 另外两名知情人士也表示 他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小孩 今年3月4号 傅小田在微博发文之称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跟祝福 并表示儿子已经100天了 间接说明了该子为去年12月所生 两位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在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前后 秦刚开始限制跟傅小田的接触 这促使傅小田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暗示自己跟秦刚的关系 3月12号 傅小田在微博上面发出一张儿子的照片 孩子的手上举有胜利闭幕 佩文说 看你们谁还说我是外国宝宝 这一天在中共全国人大上 秦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起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根据披露 傅小田在2010年左右 在伦敦认识的秦刚 当时他离开剑桥大学 并开始在凤凰卫视工作 秦刚被派往英国担任中共临时代办 几位接近傅小田的人士表示 近十年之后 他们在北京开始得更密切的关系 2021年 秦刚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秦刚的妻子林彦陪同他前往美国 500天之后 秦刚升任为中国外交部长 不过也有传闻质疑 傅小田孩子的父亲可能并非秦刚 名为影视界Allen的微博账号 去年11月起陆续发表了多篇短文 声称傅小田在2017年 认识了2023年稍早落马的前深圳市长陈如贵 2019年傅小田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小田花园开幕时 当时仍在英国访问的陈如贵 还特地亲自捧场 后来派驻美国的秦刚也被其魅力吸引 说明了傅小田魅力十足 轻轻松松拿下了无数中国政商大佬 有关盛传为秦刚跟傅小田两人私生子的Erkin 该章号则写道 秦大使为了所谓自己孩子 放弃了自己国家跟自己的前途 结果自己所谓孩子 更像傅小田的另外一个重要男人 深圳风云人物陈如贵 不知道阿刚在里面是什么感受 国际名记傅小田的孩子 跟广深风云人物陈太守确实很像 跟秦大使的确不像 这孩子的爸爸到底在哪里呢 近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受邀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的 中国论坛来发表演说 但是期间多次遭到示威者打断 组织抗议活动的学生表示 他们不想让中国当局散播有关西藏 新疆香港跟台湾问题的谎言 另外演讲当中强行带走示威者的中国人身份 也遭到了起底 据了解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历主席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4月20号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 举办的中国论坛上宣传中国式现代化 并呼吁美国要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抗大国的责任 他以中国追求自己的道路为由 希望美国撇开香港 西藏 新疆跟男孩等问题 跟中国来做朋友 谢峰还强调 中国共产党创党以来 始终维护跟保障人权 并且视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 然而谢峰的这番演讲并不顺利 台籍哈佛女学生 抵抗中共学生联盟共同主席吴婷化 当时在现场表达抗议 他大喊着 谢峰 你来这宣传中国繁荣的假象 但是你的手上专满了鲜血 你剥夺香港最基本的自由 摧毁他们的民主 现在你又要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待我的国家台湾 之后他被带离现场 他事后受访时表示 当天的抗议是拒绝中共代表 在美国校园里肆无忌惮的践踏人权 他说谢峰在2019年国安法颁布期间 担任中共驻香港特派员 这是一名负责监督香港送中的官员 现在他身为大使 不加掩饰 并且明目张胆的要威胁进入台湾 当前一个宣导种族灭绝的政府官员 并且亲自剥夺香港人最基本自由的人 跟哈佛的价值观直接是矛盾的 吴婷化认为 北京当局借助提供资金 拉拢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阶层 而向中国课头 歌功颂得的教授数量惊人 他们冒充课程进行宣传令人作恶 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政府 提供研究合作 新建筑 教授职位 研究生资助跟卫星校园 发起当天示威活动的 自由西藏学生会发言人 多久资程受访时则表示 他们很高兴能够阻挠 谢峰演说长达45分钟 他说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宣传策略是 重复关于西藏 台湾 香港 跟东途杰斯坦的谎言 他们在联合国甚至是在哈佛校园里 大声频繁地述说这些谎言 因此他的目标是不让中共拥有 另外一个重复谎言的机会 而使之成为事实 在谢峰演讲的过程当中 不仅有多名听众挨个起声 谴责北京当局剥夺香港的民主自由 对藏人 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 另外根据哈佛大学的学生刊物 哈佛深宏暴披露 当时场外还有大约30多人 手举着横幅来表达抗议 参与抗议的人士 有的是哈佛学生 也有当地博士顿的居民 谢峰演讲遭遇抗议的事件 受到舆论广泛的关注 相关的阻挠人士也被网民起底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X上面指出 当时会场代理示威者的人当中 包括了哈佛大学研究生 负责中国学生会校友关系的周鸿基 中国旅美网红公子沈也在X平台提报 拉走这位抗议中国大使的台湾女孩的人 就是哈佛的中国学联主席周鸿基 他还贴出周鸿基的个人履历 公子沈痛批 此人是北京小粉红 攻读国际政治经济专业 自称做世界公民 促进跨文化交流 其实只是积极地讲好中国故事 充当中共打手而已 不过相关的信息尚未得到何时 对此网民纷纷质疑 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学生 又不是校警 凭什么动手呢 哈佛大学默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他没有执法权 凭什么赶人走 这么粗暴对待抗议的同学 这是在美国吗 哈佛不该做点什么吗 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 隧后在份声明当中表示 当天活动主办方曾经请求示威者 暂停对谢峰的演讲进行骚扰 由于这些示威者没有停止活动 所以才由校园警方代理会场 抗议谢峰的这起事件 发生在美国国经布林肯访华前夕 届时布林肯能否在北京 就人权问题提出关切 并且跟中方进行实质性的广泛交流 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对此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研究专家麦艾伟表示 这其实很难 因为美方在谈判桌上要提出的议题太多了 美国对华人权的担忧 总是能够在美方官员正式访问中国 或者是面见中国官员时提出 但是他认为届时中心将会放在 攸关美中关系的其他议题上面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上 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 他受访时表示 布林肯这一趟访华的重点 应该还是跟地区安全有关 也就是中国援助俄罗斯进行对乌战争的问题 以及涉及台海、南海跟科技贸易等议题 随着美国行政部门已经掌握关键证据 显示中国正在支援俄罗斯进行无二战争 近日美国立法部门多位跨党派议员 提出了无限制法案 要求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援的中国企业 退出俄罗斯市场 否则将会面临到全面的制裁 同时美国疑似正在起草 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 跟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 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话前夕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正在起草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 跟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 为华盛顿最高特使来提供卖交手码 美国官员希望此举能够阻止 中国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商业支持 避免让克里姆宁共得以重建在两年多的乌克兰战争当中 严重受损的军队 但是在布林肯前往北京之际 问题在于即使美国威胁动用最有力的金融胁迫工具之一 能否削弱中俄之间 复杂而且猛增的贸易还是一个大问题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一直听从西方的警告 不向俄罗斯输送武器 但是自布林肯去年返华以来 中国出口的兼具军事用途的商品激增 美国官员说 中国现在是电路、飞机零部件、机器跟机床的主要供应国 中国的援助使得俄罗斯得以重建军工能力 西方现在担心俄罗斯会在消耗战当中战胜乌克兰 特别是如果盟国不动员自己的工业 来匹敌俄罗斯的生产 布林肯跟其他高层内阁官员 一直在向西方盟国敲响警钟 包括上个礼拜在意大利卡布里 举行的G7会议上 但是这一次布林肯前往中国之际 官员们寄望于以切断中资银行 获取美元的管道这个威胁 以及中欧贸易关系可能受到影响这个风险 来说服中国政府做出改变 这些银行是对二商业出口的关键中间人 负责处理付款 并且为客户公司的贸易交易来提供信贷 另外自有亚洲电台报导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17号联媒三名跨党派的议员 提出无限制法案 意在对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援的中国军事公司 实施全面封锁制裁 该议案发起人之一 即将接任加拉格尔主席一职的 共和党籍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 这项立法将会加大对与俄罗斯合作的中国军事企业 以及帮助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公司制裁力度 美国人民将从这项立法当中受益 因为这将使得俄罗斯跟中国更难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国家 这项议案的文本显示 给予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180天的宽限期 来退出俄罗斯的市场 否则将会面临到美国的全面制裁 无限制法案还将指示国防部确认 最有可能通过中国转移的出口管制技术 并对这些技术实施更强而有力的全面控制 并且授权商务部拒绝任何出口许可证的权利 此外给予该议案 美国总统还将被赋予制裁任何参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企业权利 议案还详细列出了一份涵盖50多家中国公司的名单 包括了奇瑞、哈佛、长安等对俄出口的中国车技 以及中芯国际、矿世科技、海康威士等 已经被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 对此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睦分析说 宁义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提供可能使俄罗斯获胜的军事协助 但是在他看来 新法案即使可能让一些中国企业忘之却步 但其影响人相对较小 他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并非是俄罗斯赢得战争的主要因素 乌俄真正陷入胶着的 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没有办法获得到跟俄罗斯军队相抗衡的武器跟人员 因此无限制法案不太可能扭转战争的进程 而且可能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 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翁吕中则认为 相关议案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来得更大 执行阶段阻力人在 毕竟国际贸易或者是中国输出的商品流向很难全盘掌握 中国物质支持可以通过土耳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到达俄罗斯 它的象征性意义是要向全世界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4月2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优势 通过了2024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 该法案将向乌克兰提供608.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来支援乌克兰购买防御系统 补给美军以及支援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虽然中国当局已再否认向俄罗斯直接提供任何武器支援 但是北京间接通过经济援助 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现实 越发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担忧 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前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当中 加大了对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警告力度 路透社报道指出 欧盟近日发现有迹象表明 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能用于制造武器的零部件 美国财长叶伦在18号跟英国财政大臣亨特的会面当中 就中国在供应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方面 发挥的作用进行的特别讨论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19号在G7外长会议上 批评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军事综合体供应商 他说中国这一行为正在驻张冷战结束以来 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本周对中国的访问当中 布林肯也将就这个关切的议题来向中国施压 对此翁吕中表示 中美竞争这是结构性问题 不会因为一次的对话就有什么大幅改变 特别是在选举年当中 讲的任何话都有国内政治考量 美国有 中国也有 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以来 中俄贸易额202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增长超过26% 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 早前对俄罗斯海关资料的分析评估显示 中国向俄罗斯军方出口供到乌克兰必需的技术 其中包括国有军工企业向俄气提供的导航设备 干扰技术跟战斗机的部件 而美国政府也掌握中国援助俄罗斯的关键证据 本月中旬 美联社员因美国官员透露 中国材料正在填补俄罗斯国防生产周期的关键空白 帮助莫斯科来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 官员们表示 截至2023年 俄罗斯90%的微电子产品由中国提供 以用来制造导弹 坦克跟飞机等等 而去年第四季度 俄罗斯大约9亿美元的车床进口当中 大约有70%来自于中国 在外界担心美国及盟国的警告力度有限之际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资料显示 三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下降约16% 这是自2020年中以来首次同比下降 自乌尔战争以来 中国一直在外交态度上保持向俄罗斯倾斜 中国驻美大使馆重申中方从未对俄罗斯提供武器的立场 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刘鹏宇表示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华尔街时报此前披露 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中共期常委 撰写相关的报告 之后或许会公布中共高官们的在美资产 引发巨大的争议 对此有评论认为 该报告一旦公布 将会给中共的统治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 中共将会发生内乱 更有评论直指 中共高层在美国的资产一旦公开 其效果将有如一颗原子弹在中国引爆 直接摧毁中共 综合媒体报导 与美国军方有密切关系的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 10号在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 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中共期常委 撰写相关的报告 根据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的第6501条规定 国家情报总监海因斯 自去年12月起跟国务卿布林肯一同去完成 并且公布这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的非机密报告 报告的目标是习近平跟其他的中共高官 包括了由20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25名政治局委员跟政治局常委 除此之外 中共的29个省委书记也在调查评估的范围之内 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资产一直是外界的焦点 过去几年来 海外曾经曝光王岐山、杨洁篪、王毅等中共高官家人在海外持有房产 2016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丑文事件 全球超过1100万份的法律跟财务记录被泄露 其中就包括了中共几大红色家族 利用离岸公司隐藏巨额资金的证据 今年3月路透社披露 川普在当政时期曾经授权中央情报局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展开秘密行动 以虚拟的身份来传播习近平政府的负面讯息 同时也向海外媒体来泄露一些负面情报 包括中共贪官在海外藏匿的非法资产 以及一带一路的腐败跟浪费等消息 这些情报都是真实的 而最项行动始于2019年 但是从未被报道过 另外今年3月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刚刚通过了制裁中共法案 该法案对习近平跟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及其成年亲属实施金融跟签证的制裁 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财产 吊销签证跟所有可能的福利等等 事实上美国相当的清楚 中共高官在美国藏匿资产 可以被用作为一把对付中国的利剑 2023年2月28号 美国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 跟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十多项议案 其中至少有八项议案跟应对中共有关 在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阵仗当中 最为抢眼的是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 跟一个所谓的554法案 内容涉及到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给中共高官及其家属提供服务 要求美国财政部去调查中共高官 在美国的个人资产 提出554法案 也就是台湾冲突阻恶法的事 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院法兰西希尔 他说他的法案目的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知道 让台湾濒临危险 不仅会使他们的财务被公诸于中国公众之前 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掌控 还会让中国领导层跟他们的家人 面临到严厉的金融制裁 根据介绍554法案里面提到 如果中共要入侵台湾的话 至少要制裁10个人 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三类则是中共中央委员 对此时事评论人士 严陈沟21号在脸书发表了一篇题为 习近平的另一条角色 美国调查中共高层资产的评论文章 内容写道 中共高官在美国有私人资产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问题只是资产分散 要得到一个总数 必须要做一番深入的调查 不调查则已 一调查必有今世的结果 文章认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政治局常委 在美国的资产一旦遭到公开 其效果将有如一颗 巨大当量的原子弹在中国引爆 引起的冲击波 直接就可以摧毁掉中共这座摇摇欲坠的黑屋 首先 中共的伟大神话就彻底破产 其次 中国人对中共的认知 便有了最基本的反应依据 再次 习近平将失去对九千万党员的管控 最后 中共将会失去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 文章提到 关于美国可能调查中共高官资产的说法 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露出口风 但是美国一直安兵不动 就是还不想用到致命的绝招 但是近来 美国人显然正在失去耐性 美国对中共高官留有一丝余地 但是中共并不灵情 实施处处跟美国过不去 比方说 偷运物资给普京 知识朝鲜来搅事 武装恐吓台湾无日无时 对于菲律宾上下其手 给中东的恐怖分子暗送秋波 总之美国什么地方痛 中共就错什么地方 多年来美国好言好语 软硬切实 要求中共遵守国际规则 中共都当成耳边风 搞到今日 美国突然发现 它所有的痛处都来自于中共 这也让向来高傲的美国人受不了了 文章写道 美国不祭出大杀招 中共不会害怕 比起美台建交 调查高官资产更是致命的一级 动静不大 杀伤力惊人 因此先让中共倒下的可能会是后者 毕竟再拖下去 乌克兰撑不住 乌克兰一失 北约的日子就难过 朝鲜伊朗有样学样 更是胆大妄为 中共也有多一点的底气在海峡冒险 总之后患无穷 再加上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拜登跟川普打得不可开交 川普先是祭出美台建交的绝招 拜登也不敢怠慢 还以调查中共高官财产的致命一级 今天在美国 谁反共最利 谁的得票就最多 谁的绝招有效 谁就能入主白宫 两条脚索双管齐下 让习近平如何招架呢 当然美台建交还需要时间 调查高官资产也需要一些时间 两条脚索都不可能及时生效 但是正式摆在那里 如何做只是时间的问题 除非习近平跪低 放弃他的反美立场 全方为了跟美国的国际战略合作 但是中共可能跪低吗 文章认为跪低等于大到自己 习近平统治的合法性也将崩塌 因此中共不会跪低 美国也不会收手 势在必行 好戏还在后头 4月19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人民解放军的资讯支援部队成立大会 原本的战略支援部队形同解散 由新部队来取代 解放军频繁地进行组织改造 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又是否能够见效呢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19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资讯支援部队成立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授予军旗并且致辞 他说 这一个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 是统筹网络资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 是党中央跟中央军委为了强军事业 加快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 习近平说 要有力支撑作战 坚持资讯助导 联合制胜 畅通资讯链路 融合资讯资源 加强资讯防护 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 精准的高效实施资讯支援 服务保障各方向各领域的军事斗争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撤销战略支援部队的番号 将此前隶属战略支援部队的主要单位 拆分为信息支援部队 军事航天部队 网络空间部队 总体形成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 4加4新型军兵种格局 4加4军兵种格局 是指陆、海、空、火箭军四大军种 信息支援部队 军事航天部队 网络空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四大军种 按照中国军队的级别划分 四大军种都是正战区级 四大军种为负战区级 此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军兵种 只有六个 也就是陆、海、空、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跟联勤保障部队 改革之后 将科技含量最高的战略支援部队 变成三个独立军种 来增强全军信息功用 航天出入 以及利用网络攻防的能力 显示解放军将更加注重 新职战斗力的培育 新设立的三个兵种当中 官方只为信息支援部队授齐 并且发表训词 显示这支部队将在解放军当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官方在训词当中表示 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 战略性兵种 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 运用的关键支撑 在推动解放军高品质发展 跟打赢现代战争当中 地位重要 责任重大 要求信息支援部队 有力的支撑作战 坚持信息主导 联合制胜 畅通信息链路 融合信息支援 加强信息防护 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 精准高效实施信息支援 服务保障各方向各领域的军事斗争 推进共建功用 强化科技创新 建设符合现代战争要求 具有解放军特色的 网络信息体系 高品质的推动体系 促占能力加速提升 对此联合早报评论认为 中国军队这一轮军改 是在学习借鉴美军的做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军就成立了 空军太空司令部 2019年美军正式成立太空军 网络部队在美军也由来已久 上世纪90年代 美国就开始进行网络作战研究跟实践 2010年 美军将全球网络行动 联合特遣队跟网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 合并组建成为网络司令部 跟美军相比 解放军在航天 网络以及信息化方面 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跟科技实力 不断地增强 解放军的装备 跟作战理念也不断地更新 开始学习借鉴美军的先进经验 2015年 北京官方发起的中共1949年建国以来 规模最大的国防跟军队改革 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 大军区体制 大陆军体制 构建起军委管总 军种组建 战区主战的新格局 而战略支援部队 就是在这一次的改革当中成立的 八年多后 战略支援部队成为了历史 信息支援部队等新兵种应运而生 这是中国军队改革的继续 也是解放军为了要打赢现代化战争 所做出的新尝试 那么战略支援部队的设置 做错了什么呢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原中国海军司令部 中校参谋姚成表示 资讯支援部队的前身 是2015年军改时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 当时战略支援部队跟陆海空军 以及火箭军并列为军种 但是由于其职责包括了网络站 资讯站 电子站 情报系统 跟太空站等各项领域 使得系统相当的混乱 没有办法指挥 也没有办法协调 所以部队呼声恒大说 不能够这样搞 2022年9月14号 中央军委专门召开 深化改革的座谈会 确立了要对2015年军改的基础上 进行深化改革 姚诚指出 虽然北京当局把原本隶属于 战略支援部队第五军种的军事航拍 网络空间 资讯支援跟联情保障等工作内容单独拉出 但是由于国防部尚未对以上四个部队 或者是兵种 做出具体详实的定义 因此没有办法判断新成立的资讯支援部队 是否将包含情报工作 他直言战略支援部队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情报系统 习近平把总参二部跟总参三部全部并到了战略支援部队当中 根本是胡闹 他说这种情报系统不应该归部队所管 应该由中央军委来直接管 现在单独的要把这种情报系统给列出来 但是要怎么列 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要回归到总参谋部 现在这个情况并不是相当的明确 对此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则对中央社表示 这一波阻改脱离不了两个原因 第一是战略支援部队先前出现贪腐的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战略支援部队没有发挥被期待的作用 战略支援部队拆分之后 基本上可以做出更为专业的安排 陈世明推估 贪腐问题应该为阻改的关键 透过组织系统的改造 人员大幅度的调动 有机会来拆解系统性的贪腐问题 战略支援部队 司令员拒钱生先前传出设几道弊案 吃脸的大半年之久 也没有传出代替拒钱生 接下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人选 陈世明认为 对于习近平来说 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将组织大幅的调整 除了有助于压制系统性贪腐问题之外 也可以让专业性回归到各个领域 预算资源运用不用受到其他部门的牵制 特别是军事航太发展是北京相当重视的一块 其必须应对美国、俄罗斯在军事航太领域发展的积极 对于新成立的资讯支援部队 外界所掌握到的资讯相当有限 自有亚洲电台引述台台台 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博士生高正璞的分析指出 从有限的公开信息来看 资讯支援部队可谓是将过去混编的军种进行拆分 深格、扩编跟专业化分工 尽管实际的职责还得要看日后被分配到什么样的任务 但是这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领导层决定将所谓的智脑权 扩大为国家战略级别的力量 简单来说 习近平想要把对外舆论战 心理战的指挥权都抓在手上 高正普表示 这也显示出 中共对其智脑权的战力有充足的自信 他认为尽管欧美各国或者是台湾 韩国跟日本 能够阻止谣言跟假讯息的扩散 但实际却可能已经伤害到 族群跟社会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 如果以乌俄战争前的状况来看 现在中国或许正要做和俄罗斯一样的准备 也就是撕毁目标国家内部的团结 但是这些工作如果要验收成果 却又需要搭配战争或者是选举 所以从一些阴谋论的角度来看 或许习近平正准备要用这一支国家战略力量 把周边国家都变成亲中派指挣呢 另外重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的人士 也可以获得到些许资讯 综合媒体报导 信息支援部队的司令是B1 政治委员是李伟 1960年升的李伟上将 2020年12月担任战略支援部队政委 2024年4月担任信息支援部队首任政委 1965年升的B1 曾经担任陆军中将副司令 2023年7月转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 2024年4月出任新组建的信息支援部队首任司令 新任信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 19号当天代表部队发言指称 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跟习主席的指挥 对此时事评论人员中原分析 新的信息支援部队司令没有发言 反而让政委来代言 再次的表明习近平对军队将官的不信任 政工干部缺乏军事能力 但是可以为习近平时刻紧盯各级将官 反而更为吃香 旅美政治学者胡平在X上面表示 习近平本来想把战略支援部队 像火箭军部队一样一锅端了 但是显得又是一场大清洗 太过难看 所以干脆另外成立一支信息支援部队 来取而代之 实际上还是把战略支援部队的 肉干头头们打入另侧 战略支援部队被拆分 等于公开了军队内部的另外一波大清洗 原司令据前身变相地丢官 而习近平当天的训话 也透露了最担忧的忠诚问题 他说要坚决听党指挥 全面贯彻党队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跟制度 严肃纪律规矩 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有评论认为 这应该解释了战略支援部队 被拆分的真正原因 习近平之次未提军队反腐败 即试图掩盖了军队贪腐问题 也表明或有不少将领 被怀疑有忠诚问题 或者是不守规矩 才导致火箭军 军委装备部 跟战略支援部队连续被清洗 火箭军军委装备部 只是抓人换人 战略支援部队干脆被拆分了 如此操作 相应的人士大改组 更容易进行 对外则宣称 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 来掩盖中共军队的乱局 特别是要为习近平 来保留面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